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圣像科明医将首山遭原本任职新光医院指控,他2013年为自己的国际机能食品公司44名员工做见检,为实际看诊去开立遗嘱,企图A健保费共12万余元,因此将他解聘并提告,是林地检署认定犯刑属时,一位造文书诈欺得立罪起诉,将首山则是大喊狠杀,莫名其妙。 将首山表示,自己的公司从未提供见检服务,44名员工是身体陆续出现不适症状,进而在公司咨询,自己也记录下来,换句话说,虽然有些人未到门诊,但都有初步评估的动作,在依照临床情况开立相关检查单。 将首山说明,这些人病况均不同,除了腹痛便例外,也有肾脏疾病,必须进一步未进,大肠镜或其他检查,绝非所谓的见检,更没有不时登在病例内容的行为。 将首山指出,上述员工中只有少数几位高阶主管有付给他费用,其余反而是他倒贴一堆钱,全部付给新光医院。 他从院方获得的给付却仅是每位病人160元,总计44人约7000元,检查费,药费可是都不会给医师,因此实在不清楚哪里有12万余元,为何会出现A健保的说法,直言很冤枉。